这个王后走上断头台 把脑袋放在菜板上 柜子手扒开她的头发 正准备行刑时 旁边的小孩问她犯了什么罪 王后一听马上精神 表示自己可以给他们讲讲 柜子手表示自己很梦 因为这都是宰相下的命令 两个孩子哭闹着让王后讲故事 她便起身坐在菜板上 王后的故事跟国王嬉嬉相关 原来在1001天以前 国王因沉迷女色而终日不理朝政 每日都与王后嬉嬉打闹 宰相几番禁言无果后 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劝谏国王 于是给国王戴了绿帽子 回来看见宰相两人的国王都气猛了 当场化身哈士奇疯狂拆架 王后也被掉下的床砸死 这给国王那个火 让人拿自己修指甲的刀来 自己要跟王后一起共赴皇权 不过国王突然想到 自己好像还没有找宰相报仇 问宰相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宰相说自己是告诉国王 爱情什么的都是不靠谱的 自己原本是想找帅哥的 但实在是没人愿意 才能自己亲自杀 关键是王后连自己都愿意答 可见爱情是多么不靠谱 国王看了看星星般的宰相 觉得有些道理 问宰相该如何解决国家的王后问题 宰相建议宠幸王后的第二天就杀掉 一天换一个 这样既能保证新鲜感 也能保证他们的忠诚力 不会影响自己的名声 国王听完觉得很不错 于是按照他说的做 国王决定下一个王后就选宰相的宝贝女 这下宰相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宰相怎么舍得女儿去送死 于是在街边买了个叫希尔兰的女奴隶 代替女儿进宫做王后 不知真相的希尔兰答应做王后 希尔兰打扮之后惊为天人 国王忍不住立刻跟他深入接触 但希尔兰可不是个随便的女人 不会因为对方是国王 就在两人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发生关系 他捉弄了国王一晚后 第二天就被通知要被处死 希尔兰才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 但他可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他拉着路过的宰相 威胁宰相如果不帮他跑出去 自己就把真相说出去 大家一起完蛋 宰相就只能把希尔兰带出王宫 让奴隶贩子把希尔兰卖得越远越好 过程中希尔兰看上一个小伙子 就把国王的戒指交给小伙子 让小伙子买下自己 这时卫兵已经出来追杀希尔兰了 希尔兰赶紧拉着小伙子逃跑 他们来到小伙子的家里 希尔兰发现小伙子的家就是一个垃圾堆 这个小伙子名叫阿拉丁 梦想成为一个思想家 结果穷得只能睡垃圾堆 阿拉丁对貌美的希尔兰不为所动 还认为希尔兰是自己思想的拖累 想和希尔兰分道扬镳 无奈的希尔兰只能自己寻找食物 他在一堆垃圾里找到一个油灯 准备拿到市场上卖掉换点式的 希尔兰想把油灯擦干净 他的手里的灯突然冒出火光 希尔兰吓了一跳 随后从灯嘴冒出一个黑旋风 变成一个西装革履的现代男人 他打开散将落在希尔兰面前说 以后他就是灯神的主人 可以对着自己许愿 希尔兰点了一堆美味佳肴 但被灯神泼冷水 他只能给希尔兰神灯里的东西 那就来一杯茶吧 只见灯神从电视中爬到二十世纪 拿了一壶茶和一份蛋糕回来 原来灯神是不相信真主的无声论者 被真主送到二十世纪的倒霉蛋 只有完成别人的愿望才能回到现在 但希尔兰并不关心 他把蛋糕带回去 跟阿拉丁保释一顿后 终于能好好睡一个觉 睡醒的希尔兰醒来就被一堆长矛对着 之后希尔兰被卫兵抓走了 一旁的阿拉丁只能求助灯神 而灯神也准备发飙了 注意看这个空中悬浮的人 他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坐摩托车的人 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拉丁 随着一个帅气的飘移 阿拉丁来到希尔兰的面前 直接就走了希尔兰 由于只有碰过油灯的人 才能看见灯神 所以他们看起来像是空中悬浮 他们开着摩托冲进沙漠 才终于甩掉了那些追兵 灯神完成任务需要回到二十世纪 而阿拉丁被沙漠深深吸引 抛下希尔兰去追寻成为思想家的道路 留下希尔兰一个人在沙漠中寻找出路 不久在沙漠迷路的希尔兰 被追来的卫兵抓住 国王对希尔兰大发雷霆 他对真主发过誓 只有战友并且杀死一个往后 才能去接触下一个女人 希尔兰让他都不能接近女人了 希尔兰对国王的愤怒不屑一顾 继续发动嘴顿之术获得逃跑机会 反应过来的国王派人追杀希尔兰 希尔兰赶紧擦拭油灯呼唤灯神 灯神赶紧开滑翔机来救希尔兰 希尔兰爬在滑翔机上飞上高空 在外人的眼里就跟飞翔一样 飞到一半时飞机没有了 灯神赶紧返回油灯 让希尔兰带着降落伞跳机 最终希尔兰落在阿拉伯的港口 被一个叫辛巴达的老人警告 辛巴达见希尔兰的身材这么好 不跳肚皮无可惜了 于是手把手叫血 把希尔兰培养成当地最活五年 辛巴达准备挣钱出海航行 可还没有挣上几个钱 国王的追兵又找上门来 希尔兰也不赚钱吧 拉着辛巴达连夜开船离开 可希尔兰没想到渴望航海的辛巴达 不会驾船和游泳 并且还运船 在扬帆的时候还不小心把好好的船 捅出来一个大洞 看着船逐渐被海水淹没 他们只能把幸运交付给这一片小小的救生法 在海上漂流了几天 食物也快吃完了 辛巴达绝望之下甚至想轻生 还好关键时候希尔兰想起自己的神灯 他擦了擦神灯 准备带着辛巴达去看看灯神说过的二十世纪 随后希尔兰通过电视机来到二十世纪 在灯神的这里 他们见到许多二十世纪的神奇之处 也知道他们两人和阿拉丁 都是居住一千零一夜的主角 没过多久 海面起了风波 救生阀上的神灯岌岌可危 若是神灯掉进海里熄灭 他们就别想再回到原来的世界 于是灯神把两人推进电视 回到海上的三人 被暴风雨刮得东倒西歪 希尔兰让灯神先回自己的世界 能保住一个是一个 而辛巴达最终被风暴狠狠地拍进海里 等风平浪静后 又只剩希尔兰一人 就在他饿到自己捕食 准备生吃小鲨鱼的时候 被迷失航乡的水手救了 在灯神提供的航海图和支北真帮助下 希尔兰开始四处航行一年 与一千零一夜的其他主角接触 开始一段又一段奇幻冒险 最终希尔兰想家就回来了 却没想到国王已经磨刀户祸等着他了 1500岁的老人提枪劫狱 拯救被现在警察拘留的古代国王 希望国王能回到过去释放自己的主人 完成自己灯神的使命 但灯神的主人可不是阿拉丁 而是这个黑不溜秋的女人 旅行一年的希尔兰回到阿拉伯港口 发现辛巴达并没有死 还跟初遇时一样到处吹牛 她好歹也是一千零一夜的主角之一 主角光环那也是顶级的 希尔兰并没有去找辛巴达酗酒 一年来的冒险 让她知道后世的一千零一夜 跟他们的经历还是很不一样的 关键是他累了 想暂时地休息一会 希尔兰在回家路上发现港口的山上 有豪华的帐篷 打听得知帐篷主人在这里等 已经等了一年了 希尔兰混进去发现是国王 而一年的旅行把希尔兰晒得很黑 打扮也大不一样了 国王没有认出希尔兰 希尔兰在聊天中得知国王对自己因爱生恨 便来港口等希尔兰回来 一等就是一年 现在的她只想和希尔兰生猴子 若是希尔兰喜欢外面的世界 自己也愿意放弃国王之位 陪她在外浪迹天涯 这番真情的话打动了希尔兰 希尔兰把灯神喊出来 说自己打算嫁人了 不知情的灯神看了国王一眼 问外面的男人有车有房吗 工作稳定吗 希尔兰表示他是国王 而且希尔兰只想和爱人一起平静过的日子 国王也说愿意陪自己远离是非的 灯神便祝希尔兰幸福 马戏团的身份四处游离 他们的拿手绝技就是利用灯神 让国王进入灯里消失 再突然蹦出来完成大便活人的项目 谁知他们一次排练时被宰相撞见了 觉得国王无能的宰相决定取而代之 当天晚上 宰相趁国王进入灯里时 偷偷拿走神灯 还说希尔兰是让国王消失的女 准备处死希尔兰来告慰国王的在天之灵 之后宰相把神灯丢入水里 让灯神他们出不来 不过在主角光环面前 一切都是渣渣 神灯在机缘巧合之下被小鸟捡到 并且擦亮 被放出来的灯神赶紧告诉希尔兰 在20世纪的国王因为意外被警察抓了 让希尔兰第二天讲故事拖延时间 自己把国王找来揭穿宰相的丑陋面目 第二天 希尔兰利用自己的口才讲故事 而灯神直接提枪去捷御 他们开直升飞机去捡了块毯子 灯神说只有乘坐飞毯才是一千零一夜 事先来到希尔兰这边 所有人都因为希尔兰的故事没讲完 不忍心动手 宰相只能亲自动手 说时时内事快 国王坐着直升飞机从天而降 坐着飞毯从天而降 宰相只能落荒而逃 国王和希尔兰开心地抱在一起 而灯神也被真主原谅 变成人类留在了皇宫 成为新一任的宰相 后人把希尔兰完整口述的故事 经过加工成为名著《一千零一夜》 本片名为《美女神灯》 电影原长191分钟 但是引进以后删减了许多故事情节 许多故事情节被一笔带落 浓墨重彩的阿拉丁都成了路人甲 加上许多鲜艳场面被删减 所以故事线稍显凌乱 但瑕不掩瑜 作为无厘头喜剧来说还是合格的 恶搞了许多经典故事 拿神灯追求公主的阿拉丁居然不好女色 还梦想成为思想家 征服七海的航海家星巴达 居然是一个不会游泳还运船的老头子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无删减版 被删减的场面绝对让你大饱眼福